A.S.O.M.A. 大家大聲喊出英語口號 麥寮高中在暑假期間舉辦英語夏令營 邀請麥寮鄉內國小學生報名參加 這次總共有80位小朋友來參與活動 校方除了邀請國外老師教大家認識菲律賓文化 也特別將校園佈置成機場 來讓學員體驗出國的樂趣 蠻好玩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有趣的老師 還有參與到什麼活動? 跳舞 然後玩 然後有護照 我覺得很好玩 我學到關於很多出國的知識 來參加這個營隊可以對自己英文的口說有幫助 然後我也覺得這次的活動很有趣 老師們設計的也很用心 為了要提升雲林縣內學童的英文能力 雲林縣政府推動口說英語展人計劃 麥寮高中也舉辦非常豐富的夏令營活動 讓學童可以透過輕鬆有趣的方式來學英文 今天的所有學員能夠學習到很多國際的一些活動 跟英文的進步方面 在國際交流上面有更多的方便 這也是我們這一次本次活動的最重要的活動 祝各個學員能夠滿載而歸 這次的英語影的活動 主要是透過雲林縣政府的口語展人的計劃 辦理跟學區國小 包括名利國小 然後還有等賣療國小這些學校 然後我們一起辦 然後我們是跟那個國小的外師 還有我們學校本身的三個外師 那這一次的活動呢 主要是希望透過我們這個出國的 那種偽出國的一個佈置 然後讓我們的學區內所有的孩子 能夠體驗出國的感覺 然後學生都至少 就是學生都能展開校園 然後樂在學習 我相信這兩天的活動能夠非常的順利 謝謝 透過英語夏令營課程 讓學童可以快樂學習 而且勇敢的來說出英文 也可以認識到其他國家的文化 讓他們可以過一個非常特別的暑假 記者廖順德採訪報導